我是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刘伟 欢迎大家参加核心价值观摆场讲坛活动 这个活动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 由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伦理学会联合主办 本场讲座是核心价值观摆场讲坛的第八场 由光明网、中共七七哈尔市委宣传部、七七哈尔大学共同承办 首先我先介绍我们国家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戴旭 下面我们就请戴旭同志给大家带来主题演讲 锻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非常感谢中宣部 感谢光明日报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来到英雄的七七哈尔市 来到美丽的七七哈尔大学 今天汇报的主题就限定在主要讲抗战精神 抗战精神它又不仅仅局限于抗战 在来之前咱们当地的领导也跟我说 今天还有一些抗联的老战士到咱们这个现场 我就更加的激动 因为抗战精神实际上浓缩在一点 主要就体现在我们抗联当中 以后我会把我的一些观点 会在这个地方讲出了为什么是这样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 同时呢还是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 我们国家在不同的这个场合 以不同的形式都对这两场战争的进行了纪念 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是一个世界器官 就同时纪念一场败战和一场胜利 这两场这个战争之间 它的跨度是51年 那么在这个51年当中 为什么一场战争败了 一场战争胜了 同样的一个舞台 同样的一个对手 为什么 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是在这个大标题之下 我还有一个小标题 就是从甲午战败到抗战胜利的历史启迪 这个50年当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转折 第一个回合是中国军队拥有全面的军事装备和军队数量的优势 为什么失败了 第二个回合是中国聚于全面的军事劣势 为什么赢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是为什么 就我觉得这个两个问号 就间隔50年的这两个问号之间 隐藏的这个历史秘密 他不仅是解开今天中国很多现实疑问的钥匙 同时也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树立 习主席倡导的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进而坚定实现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信心的这样一个关键 就隐含在这两个问号之间 先说这个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为什么战败了 这两场战争应该是都与我们东北有直接的关联 那这场战争为什么败了 现在反思这场战争的这个文章 汗牛冲动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这场战争就败在一个字上 欣赏 心败 到底为什么败了 甲午战争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战争的起因 为什么说是心败 这个战争的起因不过是一个外交事件 那么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争夺 中国和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 原来朝鲜半岛是我们的蜀国呀 大家都知道 那么日本要争夺它 起因起因于琉球 琉球是日本对中国进行试探 你看我先夺你的另外一个蜀国 毕竟前面是先着挑起一个小的外交事件 看你这个国家有什么反应 那么由这个外交事件 后来引发了一场海上冲突 由海上冲突引发了一场边界的一个战斗 非常小规模 就这么回事 但最后呢 结果是整个国家承认失败 为什么 那么这个事情先出他这个起来 我认为所以说为什么不是心败 这个战争根本就不是战败 是被人家下班 要说战争 假如战争是国耻 主要在这个地方 一个小国 把一个大国下班了 而不是打败了 你最耻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先是这个战争的起因 是1870年琉球这个发生 这个一些纠纷 日本挑起了一个纠纷 纠纷以后呢 这个大清国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反应 接着过了四年 1875年 日本直接出兵琉球 一出兵琉球以后 琉球就派了一个大使派了一个使臣 到他大清国 就到李鸿章的衙门口 请大清国出兵 请大清国这个这个救援琉球 因为琉球是你的附属国 天经地狱你该去救他 你就在这宗主国呀 大清国不去 大清国不去 但是日本又在这个地方 强迫这个琉球断绝和这个宗主国 中国的关系 那大这个大清国怎么做的呢 他派了他要求 一个退休的美国总统 格兰特 调解 格兰特呢 是美国这个内战英雄 深惊反战 这格兰特呢 一看是大清国是这样一个立场 就装模作样 大清国去了一下 到日本去了一下 然后回国了 说调停失败 调停失败 又给李鸿章写了一个 写了一封信 就一句话 我甚叛中国自强 就是我很希望你强大起来 他说的话比较少 但是这个格兰特的助手呢 说话就比较多 就把他总统的话呢 做了一个解释 他这样说的 他说中国若不自强 外人必亦生心欺负 在日本人心中 美是中国懦弱 为所求无不随者 比看不起中国 这无事不可做 他看不起你 他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 他说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 即台湾 即割属地 也可以动兵勤战 中国也不过一 笔墨口舌之物而已 你看看 这个格兰特的助手 阳格就这样说 不仅你琉球可以呢 你台湾和其他地方 我都可以拿 你也只不过是 动动口舌而已 仅此而已 人家已经看 已经看透你了 他中国如愿 真心与日本和好 不在条约 而在自强 盖条约 可以不照办 自强 则不敢生心 条约你可以 这个可以不遵守 但是你自强 你强大了 日本就不敢动你的念头 然后后边更紫 更压自首 他说中国之大汉 中国最大的危害 再弱 这一字 一个字 你太弱 我心甚敬爱中国 实盼望中国用好法 除弊心力 勉力自强 成为天下第一大国 谁能无知 我希望你赶紧强大 强大到对不对 你有这么多的 这么大的地坊 这么多的人口 你成为天下第一大国 谁能欺负你呢 这是美国的总统 和他的助手 给李鸿章的一幅 这个回答 但是李鸿章呢 依然没有 依然没有听进去 1877年 你看1875年 这个日本出兵流球 1876年 美国是中国 请那个格兰特调解 到1877年 第三年 日本就直接要求流球 不能承认和这个 大清国有这个法律关系 不能这个 这个有这个法律关系 你就像我听过 这个时候 中国又出了一个英雄任务 这也就是 事到目前为止 我唯一一个 崇敬的中国外交官 我认为这个人 才是像真正的 中国外交官 这个人叫何鲁章 驻日本的 首任驻日本的公使 他从日本 发了一个 发了一封信件 他怎么说呢 他说 今日日本国事未定 兵力未强 与之真横 商有胜算 如果引人 荣之 是杨虎做大 他是将后悔莫及 这就是 他就发了一个 这个 依他对日本的了解 给大清国发了一个 这个长文 力主大清国 赶紧出兵 讨伐日本 他说 现在日本的 这个杨虎 这个明治微信 刚刚开始 在台高度 借了很多的钱 如果要开战的话呢 他就必须要借钱 从这个西洋各国 去买军火 他当然日本 现在没有钱 他的这个海军 特别少 特别小 只有几千人 几条破船 他这时候大清国 我们的这个 北洋水 是已经买了 很多的军舰了 我们比日本 战有很大的优势 你要赶紧出兵 踏发日本 他这个是上策 第二个呢 如果你不这个 你不出兵 你不打的话 你也要派这个 派这个军舰去威慑他 提了三个政策 提了提了三个建议 第三 就实在你都不行 你就这个 跟日本这个谈判 然后呢 这个 依据这个国际法 就外国公法 就国际法 然后追究日本的 这个责任 然后把各个大国的 这个使臣 约到一起 评理 他最后就选了一个 李鸿章就选了一个 最下策 就跟日本谈判 但是谈判 在上一年的谈判当中 大清国的谈判 已经输掉了 李鸿章曾经问过 日本的一个使臣 质责他 那这76年他就说了 说你们现在 这两个国家和好 全凭条约啊 你为什么违反条约呢 日本这个大臣 怎么说的呢 日本说条约 没什么用处 国家体制 只看谁强 不必禁议条约 万国公法 也可不用 这日本的这个 这个这个公式 直接就这么说 你谈判已经失败了 还要再谈判 这一回 这就是第一个 大清国就失去了一个 把日本扼杀的摇篮当中的一个机会 他弱的时候你不打 而且何如生说的非常清楚 他说现在他弱的时候你不打 他一旦强了以后 那就不是一个琉球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他和这个美国总统 都把这个问题的本质看到了 日本这个国家 从来不跟你讲任何道理 今天的这个国际上 也是不可能是大家按什么 按什么公约 按什么这个公理 都是都是看谁强大 那么这回这是第一个 就是该打的时候不打 那么失掉了一次战争机遇 直到甲午战争爆发 清朝还有以下的几个机遇 每个机遇都有都能够这个战胜日本 但一次也没有抓住 第一个 第一个阶段 双方这个 开战了 开战以后呢 如果大清国不是这个心理懦弱 也要想打赢日本 第一 从战术上讲 海军直接攻击日本的长崎 打日本的本土 然后呢 陆军坚守这个 坚守朝鲜 坚守平壤 挡住日本的陆军 海军打到日本的本土 打到他的这个大本营去 回过头来 兜击日本的联合舰队 可以把日本的舰队 揭灭在中国的东海上 不主动出击 等人家来打 这是第一 第一个阶段 把这个机会就输掉 就丢掉了 那么在朝鲜这个 全部丢掉以后 第二个阶段 日本进攻辽东 打这个大连和李顺 又一次战机出现了 因为李顺和大连这个地方 号称着东方直不罗陀 地势非常险要 而清军部署的这个 这个攻势 非常的这个强大 在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清朝的陆军 能够把他挡住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北洋水池的主力上村 依然可以 通过这个 从山东半岛 把他的北洋海军主力 打到这个大连湾 陆海夹击 还有消灭日本的 这样一个机会 又没有抓住 这边日本 打那个大连的陆军 那边北洋舰队 卧在这个山东不动 净等人家 打掉大连以后 然后直接过到山东半岛 人家搞了一个陆海夹击 把北洋水池 全部解灭掉 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就所有我们的这个北洋 这个甲午战争的五大战役 全部失败 大清国 还有战胜日本的机会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把日本放进关内 在北京城下党 坚守北京城 等待全国的这个 秦王之士 全国的陆军 调到北京周边 还可以把日本 消灭到花北 在第三个阶段 都有战胜日本的机会 但他一次也没有抓住 清军是一路跑 一直跑 直到这个一直跑 全部跑完 刚才说了 最后一个机会 他也没有抓住 这个时候 如果清朝有人 这个就是他那个朝中 如果有人 这个哪怕是 只有一点点清醒 他也应该知道 日本当时一直在喊 说我们要和清军 那个主力 决战于北京城下 升秦清帝与挣钱 就把清朝的皇帝升秦 这都是虚张声势 也是他的一些军人的 狂妄之举 他没有想到 当时日本仅仅打了一个 这个甲午战争的 五个小战斗 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就他的这个军队 他是没什么挤痒的 因为是这个 从这个日本 这么远的距离 调兵过来 他不像现在这个机动工具 有这个船有飞机 当时都是一些 很小的这个 很小的军舰 国内上了陆地以后 他也没有相应的机动工具 根本没有可能达到北京 而且当时的这个人口 日本不过四千万 大清国是四万万 比他多了十倍的人 军队就不用说了 军队多的更多 那么如果要打 仅仅靠沿途的这个民众 就可以把日本的这个军队 全部给他组织住 所以到了到了北京 到了这个距离 他没什么相应的战斗力 即使他打下来北京 你还有西安 还有成都 对不对 你算是跟他打就是了 你为什么不打 这就得心办了 所以这个甲午战争 从头到尾 大清国都有彻底 赞赏日本的机会 但由于他自己内心 内心害怕了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了 当时这个 日本提出马关条约的时候 由于这个条款非常的苛刻 那么当时这个朝野 很多人都主张 不和 迁都 再战 但是大清国不敢 李鸿章也不愿 为什么呢 这还是在败在一个心上 这就是大清国的私心 第一 辽东丢了以后 辽东是大清国的祖宗所在地 祖坟在这里 他怕日本人扒他的祖坟 扒了祖坟以后 他就 他就不敢在这个打下去了 怕人家扒他的祖坟 这是第一条 第二 离开北京能迁都 他北京都有太多的珍宝 皇家珍宝 带不走 你可以带走小件的珍宝 但是颐和苑圆明圆 你带不走 还是安逸享乐 不愿意放弃安逸享乐的 这样一个生活 第三 他害怕 不相信人民 不相信 因为当时他是一个 满族政权 不相信汉人 就怕到这迁都的过程当中 日本人还没有把他消灭 如果是汉人起来 把他消灭怎么办呢 不相信老百姓 这个三大四星 断送了这一场战争 作为李鸿章 他本来就是作为一个 这样一个朝中大本 如果你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从这个民族利益出发的话 你也可以力挽慌 不是就力通过你自己的主张 战争还可以打下去 李鸿章也没有这么做 出价入价的一个人 这是打过仗 当过这个又当外交大臣 还是总理 这么一个人 那么他也 他也急急忙忙的 和清朝一样 立主签订这个条约 为什么呢 后来李鸿章老师 给自己自嘲 说我是大清国的表胡将 大清国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我没有办法力挽狂澜 在当时 就有人举报 说李鸿章 贪污了大量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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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子 一个刘美的一个洋务的药员 也就是说李鸿章 他死的时候啊 有私产四千万两 死的时候 家产有四千万两 留给他的后人 而相当多的银子 是存在日本的 茶商和煤矿公司 这也就解释了 他为什么也要和日本签条约 不要在那装了 在这个真相面前 什么样的这个谎言 都是折掩不住的 他也是个大贪官 也没有把国家和民族利益 放在这个第一位 所以也想急急忙忙的 赶紧把条约签了算了 然后掩盖住自己的这个丑行 不暴露 整个都是私心 朝廷的私心 大臣的私心 导致最后整个的这个 战争彻底失败 那么你这个 由于你的私心 接着底下的官兵 各动各的私心 给打击让他 你跑我也跑 导致最后整个的一个甲午战争 不仅在前几个阶段落花流出 也导致后边的战争 根本没法打下去 所以在反思这个甲午战争的文章当中啊 有相当多的数量是在论述装备 说大清国的装备不如不如日军 因此我们没打赢 如果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那么他也只能解释 黄海这一战不分胜负 由于你的装备不行吗 所以是谁也没打赢 黄海海战 我们号称甲午海战甲午海战 真正的甲午战争是一次海战 四次陆战 两次纯粹的陆战 两次陆海这个联合这个进攻战役 一次真正的海战 这一场海战是不分胜负 谁也没打赢 大清国虽然被他打成的比较多 但大清国的军舰多啊 打成几条你并没有损失你的主力啊 而且我们再看一个细节 就我最反对他们这个 从装备上去找原因 大清国的这个大炮呢 是炮大 但是打得慢 打得远 日本的炮呢 炮小 速射炮 像我们现在的机关炮 有这个特点 打的这个速度比较快 但是炮弹比较小 打的距离比较近 应该是各有优势 这双方军队在这个黄海海战的时候呢 一结果 这大清国先开炮 就算你没有速射炮 但是距离是你先打 那距离远 这双方在六千米的时候 大清国开炮 而且这个炮弹非常大 大家去过这个刘工岛的时候 可以看那个炮弹 这么高 一发炮弹 足以把日本的军舰炸得很碎 从六千米打到三千米 一发也没有打住 这个三千米的距离 就是大清国舰队 战胜日本舰队的 直升距离 六千米打到三千米 日本的军舰一 这个的一炮没开 一炮没花 就等着你打 好 打到三千米 他的小炮的射程道 日本人就开了一炮 一炮打中了丁武昌的旗舰 一下子把丁武昌从那个舰桥上 从那个 从那个紫困塔上给他打下来 原因在哪里 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买速射炮 买了速射炮 你就能胜吗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关于装备 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 朝鲜全部丢掉 日本打辽东 打这个崖山的时候 这个在朝鲜崖山第一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时日本认为 这个崖山呢 是这个大清国的根据地 他们认为 这个大清国的军队 肯定要在这个地方备份于战 结果移除机会 跑了以后 日本就在这个地方 缴获了几十万发炮弹 六七百代的这个军粮 当时日本的一个随军记者 讲三本中府 他说 他说 崖山是他们的根据地 他说他本来 他们应该是这背水一战的 结果是到这个地方 丢了这么多的 这个粮弹 逃跑 但是凭你们这样的 泪弱之兵 在弱弱强势的这个世界 还要夸耀独立 还妄想将朝鲜作为鼠邦 与我国一阵高下 实在是愚昧至极 令人忍俊不惊 你看到一句笑 你怎么可能 因为你这样的兵 怎么可能和在这个 弱弱强势的世界 和我们争争天下呢 根本不可能 然后在日清战争实际当中 日本人这样写这个叶志操 当时的陆军主帅 他说 自拿大将身形高大 叶志操的个子大 力气操寻 貌似可以指挥三军 但是一旦开战 就变成弱虫一条 尚未听到枪声 就桃子摇摇 甚至穿上妇女的服装 企图蒙控过关 这就是陆军的主帅 你这个样子 好 到了这个大连湾 当时日本说 这个大连湾 如果这个被攻陷 那就无险可疑了 那么这个旅顺就会丢掉 就可以长去职工职礼 日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清国也看到了 所以从1881年 日这个大清国呢 就在这个大连湾 周边就建这个 一个庞大的一个 由60多座炮台 组建的一个 这个这个炮阵地 前方讲的 叫东方支布罗陀 一个是地势险要 第二个是火力配备 十分的强大 有一百多门 从80毫米到240毫米 我们今天的大炮 有多少到240毫米 大家说这个这个155 算我们比较大的口径了 但他这个口径240 比我们今天的大炮的 最大的口径还要大得多 总共是这个一百多门 一应俱全 当时日本到这个地势 跟前一看 他说这个地方非常难攻 准备了500名赶死队 这个赶死队 就是专门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人肉屏障 准备是让那个大清国 全部打死的 就强攻 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养攻嘛 准备500应该是队 大清国在这个地方 如果从战术的角度去分析 即使你所有的战争 全部打出 那在这个地方 在一个周边都是炮台 然后就在那一个弯里 怎么也应该打一个胜仗 但是就在这个地方 大清国准备了很多年的一个 一个炮阵队这个地方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日军500名赶死队 吃完最后一餐饭 往上攻 一口气攻上去 一枪没响 响了两炮 打了两炮 战争结束了 他们上到这个炮台中 整个大连弯的炮台 一个人都没有 那日本在这个地方缴获了 崭新的大炮一百多门 炮弹二百四十六万发 新式步枪六百多支 很多还没有开箱 子弹是3381万发 足够把日本人全部消灭 日本全国人口不过四千万 子弹就有3380万发 全部留给了日本 日本就用清军的大炮 清军的步枪 清军的子弹 打下了吕顺 打下了辽东 然后又从这个地方 去攻打山东 全部是清朝的东西 清朝的粮食 清朝的黄金 清朝的大炮 清朝的这个这个这个步枪 打赢了清朝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 我们从前面的这个战争阶段 到后边急急忙忙去签订这个条约 败的都不是装备 败的都不是军事 而这些原因 这些这些这个问题 清朝之后 这些问题呢 就连续不停的这个 在这个这场战争 败完以后 又连续不停的犯这个错误 大清国之间 急急忙忙的 把这个甲午战争赶紧结束算了 但他没想到 由于你这个软弱被别人看破 所以甲午战争一败 八国联军马上进了北京 开始瓜分你了 全世界都要瓜分你 这个时候的欧美各个国家 比如列强这些国家 做的第一个动作 是换外交官 原来他们在中国的外交官 还都是一些通汉语 还能够和中国讲一些恐懵之道 讲一些中国文化的 就是还能给你 还能给你搞外交 还能给你这个谈文化 方方还能交流 好了甲午战争一败 欧美全部换上了 从非洲来的外交官 把这些外交官全部换掉 为什么换这个非洲的外交官 非洲的外交官是 因为非洲是他们全部的殖民地 这些外交官去干什么呀 全是画直线的 大家打开今天的地图看一看 所有非洲国家的国界线 都是直线 这些直线怎么来的 就是欧美的外交官 他们画的 这个地方拿这个尺子一画 这一块是你的 这一块是我的 善于瓜分 只有一个思维 瓜分 那这个时候 把非洲的外交官全部掉了 还是瓜分中国 一个欧美动了这个念头 瓜分中国 动了那个念头 第二个日本 日本也看起来这么软弱 干脆那就把中国给它病了算了 给生出一个 本来是为夺一个朝鲜半岛 而打的甲午战争 结果让人家动了 灭亡全中国的一个念头 这就为九一八事变 又埋下了伏笔 所以这个伏笔 就是甲午战争埋下来的 因为当时这个 本来日本当时这个 打那个甲午战争 它最大的目标 不过就是拿下朝鲜半岛 结果意外的得到了台湾 得到了东三省 得到了在中国驻军的权利 为什么要驻军 驻军就是为了下一步 并存中国 打下伏笔 所以因此又有了后边的抗战 一步一步 导致中华民族灾难深入 就七十余 七十余甲午战争 而甲午战争又七十余心里懦弱 七十余你的心败 那么这个时候 下午战争一打完 美国不这样 四年以后 1898年 这个 即将成为美国总统的 这个西奥多罗斯福副总统 那时候还是副总统 在这个发表了一篇演说 叫赞奋斗不息 在这个演讲当中 他这样说 就是我们绝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 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负责 自慢自足 贪图自己江域内的安宁享乐 渐渐的腐败堕落 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 沉溺于此最机密之中 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 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 暂时的欲望 那么毫无疑问 总有一天 我们会突然发现 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 什么事实呢 畏惧战争闭关锁国 贪图安宁享乐 这样的民族 在其他好战的 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 是肯定要衰败的 如果我们要成为伟大的民族 我们必须接近全力 在国际事务当中 其巨大的作用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 一个反面的教材 接下来美国做了一件 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的事情 干什么呢 开通巴拿马运河 就让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以后 第一件事情开通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1903年 开始开通它 开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强谷 看出这个美国 他要强盛的这样一个决心 大国的北朝遭遇 给他醒醒 开通的时候呢 先不说这个地方的地理 有多么的困难 这个山川激流 这个糟折等等 自然这个自然的困难 就不去讲了 关键有一个最大的障碍 什么呢 巴拿马运河不属于美国 美国为什么要开通呢 美国就说 我们要成为世界的这个强国 我们必须 这个走到太平洋上去 因为太平洋的对岸 有这么多的人口 值得就是中国 那么这么多的人口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商品的一个销售地 因此我们必须要这个占领太平洋 成为太平洋上的帝国 你要走到太平洋 最近的就是要开通 这个这个 从大西洋到这个太平洋之间 要把那个八十公里的这个陆地给他打通 前面法国已经失败了 但是美国要开通 开通最大的障碍是 外交障碍 这美国就找到哥伦比亚 说我们要开通这个巴拿马地下 哥伦比亚说 他说这是我们的领土 美国说我知道是你的领土 但我要开通它 哥伦比亚说 在我们的领土上我们说了算 美国说好 在你的领土上你说了算 如果不是你的领土 你不就说了不算了吗 三天以后 巴拿马独立了 四个美国人 七个巴拿马人宣布独立 早晨宣布独立革命开始 太阳落伤的时候独立革命成功 因为美国的军舰停在这里 哥伦比亚不敢出兵 巴拿马独立 巴拿马独立以后 美国和巴拿马立即签出条约 开通巴拿马运河 多斯福当时就说 一个大国是不能被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国 阻打他的这个国家目标的 强射 强射 给开通了这个巴拿马运河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 甲午战争打败以后 大清国也在反思 到了一九零一年 光绪皇帝 下了一个造数 就拜了 拜到这个时候了 你看一九零零年 这个八国联金也进来了 这个时候开始反思了 到底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啊 他说 我中国之弱 在于习气太深 文法太密 庸族之利多 豪杰之势少 公事一文读来往 而毫无实际 人才以资格向限制 而日渐消磨 误国家的在一丝 这个字 困天下的在一利 这个字 一个丝 一个利 这算是把中国的毛病 把满清政府的毛病 算是彻底的总结出来了 所以说真正的从装备啊 从战术啊 从其他方方面面那些 去找原因 都是都是原因 但不是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在这个地方找到了 一个丝一个利 那么这个丝 他的含义就是腐败 这个腐败 看前面讲了 体现的全部自私 在这个 首先从那个甲骨贞争 当时这个打还是不打 就能看出这个大清国 他的这些各有各的私心 首先是李鸿章不想打 为什么呢 因为李鸿章知道 自己那些兵不能打 买了点装备 那也就是装装样子 他非常清楚 但是翁红河非让他打 而翁红河和李鸿章 他俩有丝绸 李鸿章作为外交大臣 翁红河作为这个帝师 皇帝的老师 两个都是重臣 两人在太平天国的时候 就有丝绸 翁红河的哥哥在这边 太平天国期间 这个这个 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 被李鸿章举报 那么以后翻翻接丝绸 接丝绸这个时候 翁红河就是知道你不想打 我非让你打 打一天当晚苦痛打 调动调动这个民众情绪 调动朝野当中的这个 调动这个朝廷里边的 这些主战派 打 李鸿章不想打 翁红河一定是一定要打 打的时候好了 战争开始了 要钱没钱 要粮没粮 要什么没什么 都不给你让你去打 意思就是故意让你失败 看你的笑话 拿一个国家的命运 然后一成自己的私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时前前面讲了 他本来的打起来的时候 当时有人主张战略出击 突袭长旗 回击人川 而北洋主战 那个北洋主将 丁如昌不执行 这么好的战略战术 不执行 而主管北洋水车的 李鸿章也不坚持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上市 日本在辽东登陆 丁如昌建议 出动北洋海军 斩断日军后路 李鸿章不许 说你好好在那个地方待着 你不要动 他为什么呀 他是看到 大清国的朝廷 害怕丢掉辽东 他还害怕丢掉 自己的北洋水车 他把北洋水车当成自己的武装 各有各的私心 各有各的私心 不用说了 你都动私心的时候 军队就没有了军心 所以一下子就是军心瓦解 一败土地 晚清直到这个朝廷灭亡 官场的风险都没有改过 辛亥革命的前一天 上海的申报发了一个社论 评述当时的官场 他说 今日执政者 既心思违欲保全 现在之路位 或者欲超越 现在之路位而已 其外 故一无用心者也 他说那些官吏 那些当官了 除了这个一天 当晚想到自己的位置 或者提升更大的位置 除此以外 一无用心 都不用心 这直到马上就要灭亡了 整个王朝的这个官吏 这个官场的风气还是这样 那么整个的这个风气如此 作为当时的军队 这就不用说了 跟日本打的这个军队 是大清国最精锐的部队 什么部队啊 乡军和淮军 海军是由淮军组成的 陆军是由乡军组成的 那么这个淮军和险军 大家都知道 在太平天国期间 八旗律营不堪一击 那么这个就编练这个 曾国藩和李鸿章 去编这个团练武装 练尼米武装 好了 尼米武装呢 去这个 练成了这个淮军和险军 灭了这太平天国 一个受编为国家正规军 马上染上了这个 这个大清国 这个军队的腐败的风气 本身你的素质就不行 你就不是真规军 你就没有接受过 现在这个军事 这些理论 这些培养 这些训练 首先是学会的是 大清国这个腐败的 这些军队的习系 是军事变革如儿性 明天到晚 在这个地方 把演习变成演习 自己骗自己 中国的这个提起 它的毛病是什么呢 往往有可行之法 而绝无刑法之人 你这个法律 说起来都很好 张朝说起来都很好 但是谁去办呢 谁去执行呢 没有 有绝妙之言 而绝无谏言之事 话说的都很漂亮 听起来都有道理 但绝没有把这个话 变成这个行动的这些人 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技术不如人家 我们的装备 我们的装备不如人家 怨天尤人 他说他们只是 这个图摊虚有其名 而没有实证其孝 更没有与日本 征衡与东海的这个志向 没有 你不用怕他 那这整个就是一件 已经全部被人家看透了 到了后期以后 这个日本那个间谍 就打领导这个和这个 北洋军队这个决战了 人家还要这个 就是试探他一下 说我们试一下 看那个北洋水师 到底有没有和我们决战的实力 派一条军舰 突入他的军港 他如果这个军舰 我们的军舰突入起来以后 他们的军舰如果赶出来 说明北洋军队还有勇气 结果进去以后 又出来了 北洋军队一条军舰都没有出来 他因此看到 大清国的海军 完全没有了勇气 因此决定 直接过去 把他的军舰全部给他 揭秘到军港里 家务战争 除了这个军队被人家看不起 这时候更加被人家看不起 就是整个大清国的民众 而当时这个日本的一个思想家 负责预计说 他直纳人民千恶别去 实在是无有其类 没有见过这样 这样的人 他的这种 这种胆小 这种卑微 这种屈服 没有在全世界 找不到第二个国家 康有威也叹息 说这个中国有两万里 有这个四万万之民 比着日本 过着十倍 而每次受他的屈服 就像这个朱阳被人家捆住以后 被人家 这个这个 被人家宰割 这样的耻辱 就不用说了 离异难解 怎么样去解释这个东西呢 没法去解释 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直延续到了民国 到民国去 现在日本一看你这个 实际上这个 为什么抗认战争会爆发 就是因为中华民国 号称改朝 改朝换代了 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这个中国国民的精神面貌 因此日本才发动了 这个大规模的入侵 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 我们先看1931年 这个与我们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日本关东军 密谋发动 那个918世纪 这时候张旭良 实际上早就知道了 并不是像我们说的 突然打响的不知道 怎么可能的 这么大的事件 早就知道了 直到以后呢 这个张旭良 也给他的部队下达了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这么说的 此时与日本开战 我方必败 败则日本将要求戈壁赔款 东北万劫不复 以利弊冲突 以公里向周旋 这是这个张旭良 给他的部队发的这个 发的这个电文 这个电文被日本全部掌握 存在于日本关东军的 档案之中 后来果然他就一枪不发 他就走了 那后来这个日子 这个张旭良在他的晚间自处当中说了 说当时我为什么不打 当时你全国都不打 你凭什么让我东北军打 我东北军一打 不是把我的东北军全部打光了吗 你看看又是一个死心 跟李鸿章是一模一样 你是为你自己在打吗 不打 不打以后这个张旭良 后来因为丢了东北 没有话交代啊 后来这个中央就安排他 说你出国访问去吧 地比封头 他就到了国外去了 1934年 欧洲转了一圈 回来了 回来以后 这个张旭良有了一个对比 对比一下中国的这个国民 中国的这个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区别 他说欧洲的公民拥戴领袖 领袖忠诚无私 西方的学者中 这个经营学术 人民虽然也厌战 但备战也极到万分 而中国教师为金钱 学生为文凭 对国家的贡献 自现于姚心大宋 人民在和平的口号中麻木 居然没有一点悲战意识 这是张旭良 对比了1934年的这个 中国和欧洲的一个 这个这样一个情况 同样是在这一年 那么蒋介石呢 是怎么评出这个 当时中国的这个状况呢 他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这浑空恶恶毫无生气 在行动中表现为好 好歹不实 是非不变 公私不分 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 贪婪腐败 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 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 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 不负责任 我们的成年人 在阴邪险恶 而又愚昧无知 有钱人终于放荡 花天酒地 而穷人的体弱误会 潦倒于黑暗之中 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 扫地一进 荡然无存 终于引起社会动脑 使我们在天灾和外地中心面前 注射无策 无能为力 冯玉强后来回忆了一个简介石 在我认识的简介石当中说 说简介石当时在918事件就说 为什么不打 他为什么不抵抗 他说炮不如人 教育训练不如人 机器不如人 工厂不如人 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 若抵抗日本 顶多三天就亡国 这简介石个人的这样一个 他的这样一个精神状态 也是这个样子 因此才有后来 这个日本感觉大局入侵 三个月要灭亡中国 这一打起来 国民党军队 一百多万带枪徒敌 所以刚才这个刘等民说 奇迹孩尔打响了武装反抗日本的 这个武装抗战的抗战的第一项 这是我们打响的 不是国民党有组织打响的 他的整个他是不抵抗 你能不能看出 当时这样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当时双方之间的精神面貌 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整个全部是 也是一路这个 这个一路在跑 到了1944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在即 那么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 盟国军队啊 在这个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 都是高歌猛进 但在这一年 国民党军队又创下了一个 让这个中国这个战士 感到羞辱的这样一幕 1944年 日本居然还敢在中国 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准备从河南打到广西 当然后来打到湖南 这个地方停止了 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在强奴直末了 他居然还敢在中国 这个地方大成他的阴飞 由于这一幕 后来让盟国对中国 作为反攻日本大等营的 这样一个基地 那么这个信息就发生了动摇 所以后来美国就邀请苏联出兵 把消灭日本陆军的主力 放在苏联人身上 同时自己加紧 研制这个原子弹 中国原子弹后来是 这个震射日本 由于中国 由于国民党统治的 当时这样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足以成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亚洲战场上 反击日本陆军主力的 这样一个重任 因此我们在二战胜利以后 中国的国际地位 就严重的下降 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又为下一场战争 埋下了伏笔 什么呢 日本出兵 这个美国这个 拿下了这个日本 朝鲜半岛这个地方的受降 就没有中国什么事了 不仅朝鲜半岛 东北三省的受降 都不是中国军队受降的 是苏联军队受降 我在这个中央七频道 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就是受降背后的这个秘密 中国16个受降区 越南都是我们的受降范围 但是东三省没有 东三省这个地方的日军 向苏联投降 朝鲜半岛这个地方的受降 三八线一北 归苏联 三八线一南归这个归美国 这个三八线 就是美国的一个校级警官 拿这个拿这个尺子一画 随便一画 就按这个像 以后三八线成为了 南北朝鲜的分界线 为朝鲜战争的爆发 又埋下了伏地 而且由于中国在二战当中 没有就是这个赢得 他们这个盟国足够的尊重 我们也没有拿回 自甲午战争以来 甲午战争这个 以前后中国丢掉了东西 至少你没有拿回流球啊 对这个蒋介石呢 罗斯福当时提出 让这个孙力人的部队 占领日本 蒋介石不让去 丢掉一次机会 第二两次提出 把流球回换中国 又不要 第二次丢掉 那么今天 调遇到的问题 就从这个地方了 那历史不能假设 但是一假设一下 就能看出问题 历史确实可以假设 假设当时 中国的军队住在日本 今天我们还会住在日本 今天还有这些问题吗 假如流球现在是我们的 今天还有第二条问题吗 都没有 你尽使不要流球 作为中国的属地 你让他独立行不行 流球和朝鲜的地位 对于中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属国 所以二战以后 朝鲜独立了 流球为什么不让他独立啊 这就是前进事 又是为了一喜之私 一党之私 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 置于不顾 他为什么不让去啊 留着精锐的部队和共产党打仗 把国家的利益 民族利益全部丧失掉了 死心啊 死啊 恩格斯说 富有活力的国家和民族 作战的时候 他必将是集中自己 全部的力量和全部的心血 以全部的精力 用于反对外来的敌人 那么从这一块 也可以反过来证明 那么清朝和民国 实际上 都完全没有了圣经利益 这就是后来国民党 在拥有这么大的军事优势的情况下 为什么会被共产党的这个军队 小米下步枪入 风券残云一样的一个哄爽 就是中国人民抛弃了他 你这样的一个政府 不值得中国人民信赖 你也不足以引领 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因此人民抛弃你 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腐败 懦弱 无耻 无能的政府 人民需要信中国 这就是有了后边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 新精神的焕发者 有了这一张 大目的拉开 也就是抗战 抗日战争 为什么能赢 这个谜底 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要给他破坏了 前面甲午战争 拜神 那是因为 那是王朝的战争 你的朝廷的战争 抗日战争 甚至是全民族的战争 而且全民族 这个战争期间 有中国共产党 作为中流砥柱 哪本能曾经说过 他中国是一头碎尸 一旦他醒来 全世界都一样围着颤抖 日本这个时候遭遇到的 就是这样一头 已经醒来的事 那么是谁 谁把中华民族唤醒 谁把他都碎尸唤醒了 我们听一首歌 黄河之兵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长 在座的这些老首长们 都熟悉这个歌是什么歌 八路军军歌 他里边唱的这些话 就是就说明了 谁把中华民族唤醒 还在奔赴抗日战争的途中 实际上 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就已经创造了世界战争史 和人类心灵史上的袭击 不是说我们后来 我们的共产党的军队 在抗日战争当中 我们才创造了这么多的英雄实际 在此之前就有 首先是我们的长征 这个长征 但是在西方不得了 八几年西方的 美国的作家协会主席 苏尔兹博里 重新沿着这个长征路 他当然没有走完 断断续续的 也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些人 接待 在这种情况下走的 但就是这样 依然把他这个震撼 他写了一本书 叫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在这里边有这么几句话 他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封碑 永远流传一世 阅读长征的故事 将是人们再次认识到 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 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他从人类的角度 解读这个长征 他说 他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 将激励着一个 有十亿人口的民族 使中国朝着一个 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这就是一个美国人 对红军 对我们长征 对这样一个事件 他的感慨 精神 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 什么精神 后边说了 他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 英雄主义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军队 这些党员 为什么能够成为英雄呢 又在巴鲁军的这个清歌里边 能够找到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你不要指望别人 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是人类的解放 救国的责任 这就是共产党的伟大之处 是胸怀伟大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今天一说到解放全人类 就会有一些人 就会露出嘲笑的神情 说你还是解放解放 你自己吧 自己还没有解放 你解放什么 全人类嘲笑你 但是在当时 在世界头出于 法西斯的这个威胁之下 人类的生命和尊严 都处在践踏之中 喊出这样的口号 完全是共产党人的真情实感 有这样的胸怀 正是中国共产党人 与众不同的这样一个品质 中国共产党人 首先是爱国主义者 同时还是正义的国际主义 和人类主义者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 在咱们七七哈尔 有一个烈士 叫石立生 他这个临死以前 我们听听他的话 他说中国人民是杀不完了 请你们相信我的话 祖国不久就要胜利的 革命就要成功了 你们要好好的活着 将来为祖国工作 他最后的绝命事当中 有这样两句 他说今生于去也 中华万万年 这一辈子我走了 但是中国万万年 中华万万年 他们还要继续存在 国家要存在 国家国家 这些共产党人 永远把国家放在自己内心的第一位 而他只是这个 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 在那个年代的写照 在他们的心底 在当年这些人的心底 每个人都有一个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 叫张成志 写了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 他是由于那么多的背弃 由于那么多的揭露和丑化 渐渐很少有人 在把共产主义与美 相提并论 开口诉说革命 简直就是为历史的罪责出头自首 他说的是当下 已经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状态 诉说革命呢 已经需要重压之下的这个勇气 好像一说革命 我们自己首先就心虚了 需要连一个勇气 他说但是 那种清高的美啊 就算了我不能摆脱 他写的是瞿秋白 他从瞿秋白的身上 他说我清晰的这个 从他身上捕捉到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之风 那种不遗之事的 那种若观轻死的痕迹 从少年时代就留在心里 不肯磨灭 接着是他的一句 他说 百年以来除此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遗产呢 百年当中 我们除了把这个东西留给了我们的民族 我们还有什么遗产 他说越是他们在和尚最热的时候 我越是沉迷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美感 张成志 这是一个作家 这么说 共产主义的这个美感 徐秋白 徐秋白 大家从他这个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 一切书生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事迹 他被国民党枪杀的时候 什么叫从容就义 那就是从容就义 他最后自己选择目的 他进这个公园的时候 当时中央日报的记者这么描述 他说公园鸟雀为之境 一个公园的鸟都不叫 从容赴死 自己找墓地 找到了一片草地 说行了 这就是我死的地方 就在这里 你不能从后把打我 你也不能打我的头 你可以打我的胸 你可以从前面打 三十多岁 共产党的总书记 就这么坚定的信仰 写着写着 他又写到了阳静渝 阳静渝的时候 他这么描述 他当关东军解剖他的遗体的时候 看他的这个腹中 满是树皮和棉续 然后关东军就把他的头给切下来 切下来以后呢 就以后保存在这个长春 解放后呢 他这个头颅还在 今天的那个头颅上 就脸上那个冻伤啊 还是非常清晰 那么当时一个叫金井的日本人 他是见过这个杨静渝 这个头颅的一个老兵 他说我一直重敬杨将军 他是真正的武士 他死了还站立着 这是一种精神 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 我愿把最后的军力 献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当时这个中国有一个 这个学生的采访他 马上站起来 就给杨静渝的头颅 就进了一个军力 张成志就在这个地方这样写 他说我总在遐想中 凝视着杨静渝将军的脸庞 那是一张鹦鹉的 掌刻般的脸庞 他的脸上刻着一种 正义军神的尊严 于是连强敌也不能矜持 关东军让僧女为他 为这个杨静渝送经 选这个向阳的地方 为他立了标志 后来还给他立了这个墓碑 张成志说 抗日战争当中 或许中国军民取得的最大胜利 就是那一幕 并不是我们真正在战场上 有那么多的在这边取得的 我们看得见的这些胜利 精神上你让他们低头了 这是最大的胜利 那么是什么力量吸引这些人 义无反顾 前赴后继 誓死如归的去克服万能争取胜利呢 不是高官后路 也不是发财之父 为了这个东西 他们不会跟你爬血战过草地的 不会跟你枪林弹雨 这个出生入死的 不会像我们的抗恋战争 在白山黑水之间 日夜奋斗的 不会的 都不会 都不是这些 是什么 就是法鲁军军歌里边说的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在那样的年代 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军队 他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继承 中华民族精神不灭的象征 你用这样的精神 这个武装起来的这些人 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 甲午战胜当中啊 也有一些英雄 像左宝贵 邓士昌等等 都与敌人这个同归于尽 非常壮烈 国民党也有 赵邓宇 同龄阁 戴安兰 藏志忠等等 都非常悲壮 但是这都是他们个人的英雄行为 他们的这种英雄行为 是不能够 已经不能够激活 他们所在的那个麻木子 正的集团的集体 但他们作为这个先列 作为民族的先列 我们理所当然还要把他供到我们民族精神的胜殿 让千情敬仰 但是共产党的这些英雄不一样 在他们的背后 是一个像火一样 赤烈的一个热情的群体 这晚清民国的英雄 他们的背后呢 是一个王朝夕阳夕下的余晖 那么在共产党英雄的这个背后 是一轮喷波欲出的着想 新时代的着想 藏城啊 正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中国军队和新中国灵魂的真实写照 那新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 你后来的一切胜利 都可以在信仰和精神这里 造的源头 未来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和强盛的密 密钥 它的钥匙 也藏在这个地方 就是精神和信仰 那么到了抗战胜利五年后 我们再看看新中国的军队 他打的这一仗 到今天啊 这个 为止 就是抗战以前 中国军队的战士在西方都是被瞧不起的 不要 清朝就不用说了 国民党军队打的这一仗 西方也瞧不起你 但是直到抗美援朝这一仗打完 西方再也不敢瞧不起了 欧洲有一个最推崇的一个战役 文全关 文全关呢主要是说三百斯巴达 对抗这个波斯勇士 他们以后拍了一个电影叫斯巴达勇士 就三百个斯巴达的战士 欧洲战士全部战死在这里 那么这以后呢 就把他们就把他们作为这个 欧洲的一种军魂 一种精神 一直弘扬到今天 这是美国和欧洲 同时退出 但是这个战争 和我们抗美援朝当中 最近你创造的这个战争比起来 简直不可同日而已 我没有扁鼻他们的意思 我们可以这个 看一看 我们当时在抗美援朝这个战争了 怎么打的 抗美援朝我们就用一个战力 上甘岭那个故事是 我们新中国第一批远征军书写的 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叫的是志愿军 但是将来在中国的战士上 他是我们中国的远征军 我们别忘了一点 在这跨出国门 并且在国门外 一下子打了十几个国家的军队 把他们彻底打赢了 他的本地在这里 直到今天 我们的这些 国防大学 有一些军官去到美国的西点军校去访问 西点军校 有一些人 到今天还不理解 我们始终就想不明白 你们两个山头自由 两个连防守 我们七个营进攻 为什么总是打不下来 这从战争 从军事这个角度上 解释不了这些问题 他解释不了的这些问题 就像我们前面 从那个甲午战争当中 从装备 从军队数量 你也解释不了 你解释不了 这个问题 他对应他也没有明白 那么这个战役呢 美国的这个集团军司令 范霍里特 袁兰兰芦 计划子用两个营 五天时间 怎么伤亡两百人 就把他拿下来 没想到 一打打了四十三天 联合国军 现在两个山头呢 发射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 一百九十万发 投了五千枚的航空炸弹 这样的一个火力密度 还是没有拿下来 秦纪委后来在 回忆当中 回忆录当中说 他说上甘岭战役 是我医生当中 最残酷的战役 阵地表面公式被摧毁了 草木被打光了 山上的岩石 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 战场上宫昏天黑地 消炎缭绕 随手抓一把沙土 就有一半是 这个铁械和弹壳 和弹壳 与此相联系的 这冰原的伤亡 血肉横飞的场面 司空见惯 敌人对坑道 已经封锁呀 爆破呀 轰炸呀 焚烧啊 甚至像坑道里边 涂了一个毒气氮 硫磺氓弹 他说这个里边 但这个坑道里边呢 缺弹药 缺粮食 缺氧缺水 就在这样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直在坚持 后边还是他的日记 一人舍命 十人难当 许多连队打光了 有的连队 只剩下几个人 还在坚持 他说秋少云 黄继光 孙湛云等等 这些行为 不仅让敌人惊魂动魄 在我军的战事上 这种行为也不多见 以后我这个拿到了 一本这个十五军的 这个军史 他说上干岭战役中 危急时刻 拉枪手雷 手榴弹 爆破土 炸药包 与敌人同归于尽 舍身炸地敌宝 堵敌枪言等 成为普遍现象 非常简单 就用那个 打字接打的那些字 今天那个书都发黄了 你看看 普遍现象 都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堵枪言的 与敌人拉向爆破 什么这些 以成普遍现象 就这一句话 足以惊天地弃鬼神 可以说 这样一支军队 已经与鸦片战争 与这个甲午战争 与这个抗人战争 期间的国民党的军队 都完全不可统认而已 那为什么同一个统族 仅仅过了半个世纪 就脱胎换国 那是因为 中国共产党 为中华民族注入了 理想和信念 而中国领导人 又以汉唐的上武之风 将备受欺凌的 这个东亚兵服 塑造成一个个 一群群的鹦鹉的战士 那新中国军 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构成 才是他们 精神如了 炼狱般的 这个铁火锻造 他们就是凭借 这样的一种硬气功 这个气 就正气 以肉体击碎了钢铁 以手榴弹 战胜了原子弹 那些在冰天雪地当中 一一三烂缕的 单一向原木 在移动的人 以迷一样的东方精神 让中国陆军 重新在国门外 找回了丢失百年的尊严 而在空中呢 几百个中国的青年 操纵着飞枪的机关炮 我们的空军 当时战斗艺术的炮战 飞枪的机关炮 把一百多年 中国的这个耻辱 和猎枪的网马 打得很碎 这里边的故事 我们也讲起来的就多了 给拿破仑说 箭总是对精神扶手成臣的 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 一种是箭 一种是精神 但是箭是精神 要对精神付出成臣的 那么朝鲜战争就是中华民族 首付千百年来 这个千百年的精神势力的一战 上干领战役呢 就把这个 中国军队身上说 携载着民族的精神之光 释放到了极致 这个战役只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这个战争的缩影 我们看看这个 在这个 整个战争当中 志愿军在这个朝鲜战场上挖的这个大小坑道 坑道 全长是 总长是一千两百五十公里 挖的这个藏壕和这个交通壕 是六千两百五十公里 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 开挖的土石方是六千万立方 如果以立方米的体积 纵向排列 可以绕地球一周半 我们挖的坑道 但是我们的坑道都是怎么挖的 朝鲜大家都知道 都是石头山 而我们当时挖的时候 没有今天的现代化的这个装备 都是用钢签 全是人工 而且钢签都没有 怎么弄的钢签 就是剪美国的炮弹皮 然后我们自己用炼钢炉 再把炮弹皮炼成钢 砸成钢签 再有人这样用钢签这么打 炸药呢 是用美国定时炸弹里面 没有爆炸的炸药 我们的自己炸药舍不得用啊 用他们的炸药 用这样的这个设备 还要挖出了这么长的这个坑道 仅仅凭这样一种精神 他怎么可能答应 时下的人们 咱们一说就穿越穿越 那我们也穿越一下 如果是新中国的军队 来打这个家务战争 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是这个抗日战争 当时共产党的军队 有国民党那样的条件 又是什么结果 能允许日本军队 在我们中国这个国土上 恒星八年吗 这三甘林守住了 朝鲜战争胜利了 那么这一场战争 让全世界对中国 重新充满敬畏 那么后来这个日本 他之所以相信 真正相信中国战起来了 也是因为这个朝鲜战争 这一场 1952年战争已经打的 已经是这个胜利 我们已经这个胜利在旺 可以说大局已定 这个人要杀真兵 北洋这个当时 这个甲午战争的时候 他是一个人 这个领了很少的 用八门炮 这个打的这个 把日本顶了好几篇 杀真兵这个人 这个时候看了这个 抗美院朝这样的一个生命 扬眉吐气 写了一首绝句 叫五十七在犹如梦 举国龙王元汉城 龙游潜水无自弃 中游扬眉土气铁 到1952年 萨德争民死了 这个去世了 去世前呢 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 中间还有两句话 尚望周识能在镇 海奋一扫汉年江 就陆军 陆地上 我们打回了我们的尊严 但是尚望周识能在镇 希望我们的海军 还能够在镇奉我们的渔威 针奉我们的军委 海奋一扫 把这个威胁从海上扫除出去 甲午战争的一个老兵 抗美院朝就是第二次的甲午战争 一节五四年吗 也是一个甲午年吗 第一次的甲午 完全的失败 第二次的甲午是彻底的胜利 如果我们再去看这个 这一段的故事 中间有很多的小细节 都可以作证 当时美国的海军 这个去接他们 败逃的这个士兵 来不及 他们的兵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来不及上船 他们的兵从那个陆地跑 我们的兵从后边 这个从那个后边追 后来美国兵上了军舰 我们拿他没有办法 咱们的职业 你抱着排击炮 大家这个当过兵 他都知道 排击炮是放在地上 才能打的 那来不及了 抱着排击炮 就这么追着打 就把这么一个 这个不可一世的军队 打成这个样子 丢鬼卸甲 最后来有美国人说 美国人为什么他承认 这个战争失败了呢 尽管大家还在这个 三八线那边 这个这个握手言和了 但是我们还是承认失败了 他如果把双方的 这个这个这个 武器装备换一换 朝鲜战场就能变 就变成了屠杀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条件下 达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吉兴格后来 在《论中国》里边说了 他说朝鲜战争 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均 他确立了新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军事强国 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 他还建立着中国 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 对手的军事威信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 这一威信始终不追 对因为朝鲜战争 这一场 这一场战争 打的这个美国军队 至今对中国军队 充满敬畏 在这边我给大家 讲一个故事 今年年初 美国的一个 军队的一个高级参谋 他的海军陆战队司令的特别的 决策项目部主任 谈到这个 钓鱼岛问题 双方军队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当时主持人就问 你们怎么看这个 双方怎么看那个钓鱼岛 各自代表各自的这个军队 当时随着我们都是个人了 发表个人的观点 我说钓鱼岛这个问题很清楚 从历史上看就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级参谋人员说 我们美国从来不看历史 我说那你不看历史你看什么 他说我们看现实 我说现实是什么 它现实那就是一堆石头 我说好 现在我告诉你 我按照你的思维方式 你说它是一堆石头 我说我现在告诉你 这堆石头是我们的 我要把它拿走 你怎么办 他说那日本一定会和你们发生冲突 乃至战争 我这是肯定的 我说我现在问你怎么办 他说那我们和日本是盟国 我说这个我知道 但是这个对我不重要 他说我们有出兵的义务 我说我也知道 我不在乎 我说我现在告诉你 也请你转告你们美军的总司令 你们美军绝对不敢出兵 他就笑了 他在我们的一个大学在读博士 国际学的这个博士 他说为什么 我说六十年前 我们已经证明了你不敢出兵 你出兵就是这个结果 大不了还是一场抗美援朝吗 有什么了不起 我说但是 你们在这样一场 如果在和军队发生的 这个中国军队发生的战争当中 你们将比上一次败的更惨 他说为什么 我说那我们退一下 如果掉一刀你美国敢出兵 我说掉一刀就是中美之间的战争 对不对 他说是 我说日本就变成了一个 无关紧要的意思 他会退居幕后 他说是 我说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的底线 我们中国军队绝不承认失败 他说我们也不承认失败 我那双方再打一个平局 他说平局什么意思 我说我告诉你平局什么意思 这个平局你们承受不起 我第一 你们有能力把我们的沿海很多层次全给我们打烂 我说无所谓 我们承受得去这个损失 大不了我们到西部我们重新再见 反正我们是第三世界 对不对 本来就是穷人 无非再回到穷人的状态 有什么了不起 我说但是 你美国要付出的代价 你要认识清楚 我说第一 你住亚洲太平洋所有的基地 包括你过来的所有航空母舰基军 我们将给你打得片甲不留 连一块砖头都不剩 我说你相信吗 他说有这个可能 我说不是可能是肯定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 我们还打 我们解放军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底线 我说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会出现什么吗 我第一 在我们中美因为第二条发生战争期间 普京一分钟都不会耽误 会重新复活苏联 我说你相信吧 他说有可能 我说不是可能 你我都了解普京 第二 伊斯兰的反美力量会结成统一战线 你们的力量将会退出中东 这是第二个吧 这也是必然的吧 第三 日本会崛起 对不对 他说你说的都有道理 我当时还有一张牌 我还没有出完 我说在我们东美在这个问题上 发生对 发生那个这个这个 军事对抗的这个期间 我们还会提供伊朗他想要的东西 我说你管不住吧 我说这是你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吗 那就是说在中国之后 你将还会有三大敌人 三大对手 我这个是我们变成了一个伤兵 而你变成了一个瘸子 我说你知道瘸子什么意思吗 就是一条腿 一条腿 你要和三个敌人进行决战 你有把握吗 他想了半天 说了一句话 战争不是我们的选项 我一下子就发现了 子劳后还是子劳 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的这一个日本人也认识到了 他说由于中国军队在操线 与强敌这个美国的联军教练当中 打出了世界地位 大中国官呢 在日本再开始形成 甲午战争一来 日本呢就是一直瞧不起中国人 但是操线战争以后 日本不是了 他说日本从这个 朝鲜战争以后 就开始试探和中国进行邦交 开始建立外交关系了 所以说精神上把他打负 正是由于这一场 这个战争的胜利 二十年后美国的总统 来到北京 向中国最高领导人致敬 那也是傲慢的西方 第一次心悦臣服的仰视中国呀 但是尼克松的飞机 在西教机上下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什么呢 还一出飞机 就看到了两条标语 西教机省的大抢上 用中英文 同时写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败美帝国主义 极其一切走狗 第一条 一转两又一条 美帝国主义 极其一切反动派 都是紫老虎 两条 这就是中国 他后来检阅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仪仗队 从中国那时候的解放军是穿的三条红啊 戴着红五星 红领章 从这个中国军队面前走过 回去之后他说 他说当我走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仪仗队 我感觉到一座山向我压过来 这就是那个时候中国的气势 由于这种自信的激励 抗面朝这个战争的激励 当时中国对美国就是这样一种态度 这以后美国打越南 毛泽东说不许过这个十七度线 他就不敢过 这叫化地为牢 美国多牛 那毛泽东一击活 他就不敢过 你过了以后 我就出兵 美国不敢过 不敢过我们也出兵 他也没有办法 后来以后 在这个期间 我们的陆军 我们的空军创造的战士 简直是这个 可以说又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们只讲空军上的一个事 咱们有一会 他的空军进入我们的领空 就进入的瞬间很短 基本上他进我们的领空 都是半分钟左右 因为飞机 特别快 进去以后马上又出去了 我们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抓住他 我们有一个飞行员 两个人开着都是喷漆式战斗机 我们的一个飞机追过去 开加力追他 不然他就跑出国境线了 打出去就不好说了 他跑出去就不好说了 从后边追尾 这个追尾开炮 追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开炮 结果这个炮弹 把美国飞机 打的这个粉身碎骨一崩 飞机的碎片 崩到自己的飞机上 我们那飞机也下来了 当时后来 这个又过了很多年 两个飞行员见面 他说那个战争 这是我意思 这个是一场 当我到现在 你想都不敢想 那一场战争 太恐怖了 你怎么敢这么打 他说我就是想 把你打下来 不过你别管我什么打 我把你打下来就行了 咱们志愿军 有一个空军英雄 叫李汉 这个李汉呢 后期这个 跟我在一个部队 在一个部队以后呢 没事我们经常 在一会聊天 我说李汉 当时这个 你打完这个 这个这个 美国飞机 什么心情啊 一看高兴啊 他说当时打完以后 这个 跟那个 我们的这个 大部队 都得失去了联系 回来的时候 我一高兴 从青春大街 青春街大街的 桥栋底下 钻过来了 底下就是江水啊 他说我不敢说啊 他说我说了以后 就把我停飞了 那谁敢说啊 喷气式的战斗机 敢从青春街大街 的桥栋里边穿过 这就是当时 中国军队的 这样一个精神风暴 所以由于这样的 一种这个资讯 他们一朝这个资讯 建了一起的 中国人的这个资讯 中国人几乎在 一切领域挑战不可能 我们都能用 这样的一个条件 战胜美国 我们还有什么 不可能的呢 那么随即 我们在政治上 就开始 我们尝试 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制度 那就是社会主义 对不对 我们打破封锁 尽我们最大的 可能实现开放 我们不是说 我们当年新中国 三十年就是 就是闭关锁国的 不是啊 我们对所有的 社会主义国家开放 不是我们不对 西方国家开放 是人家对你封锁呀 我们156个项目 怎么来的 能说我们新中国 是闭关锁国吗 对不对 显然不能这么讲 当然我们又在 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能力实现 我们的现代化 我们爬兵 卧鞋在大庆 在克拉玛依 对不对 用手指都扣住石油 我们在高次 这个高崇入云的 沉山峻岭 仅仅凭借人力和手工 搭造洪击区 洪击区不是说的 就用今天的这些设备 今天的这些技术 谁能再建第二座 这些奇迹 只有在那个年代 才能挫脑出来 这以后还有两战一星 才有核千顶 还有核千顶等等 都是因为这一战 这个精神的激励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 也是一座高崇 这个高中云霄的大厦 那么自称这座 这个大厦的第一根 这个柱桩 就是以上干礼 为代表的中国军人 尤其是以这些军人 为代表的那一代的 那个中国 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和百折不挠的 一直打下来 从抗美援朝 从长征到抗美援朝 到两战一星 到大晋游天 到黄金区 贯穿于新中国历史当中 的民族精神 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爱国主义 和英雄主义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 上半叶可以说 关于中国的历史 全是黑色的 那就是这个 从毛泽东和他率领的 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后 那么中国的历史 才有了起色 后来的波澜壮阔 有一个日本间谍 在这个中国 社会到处收集情报 那天就走到了一个 这个 这个 今天这些卖艺的 这小套上去 听一个中国的 一人拉二胡 他听完了以后 出了长叹一声 他中国这个国家完了 你看他那个二胡 拉得如此的忧伤 如此的爱怨 如此的低沉 如此的毫无声信 那这个民族完了 我们再回忆一下 我们新中国的这些歌曲 从英雄赞歌到歌唱祖国 哪个不是分发向上 你从这就能看到 整个一个 这个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 这个自信 一个昂扬 这都是历史吧 阿根廷的是 博尔赫斯说过 他说我们看待 时间大和的方式 有两种 一种是从过去 时间不知不觉地 穿过此刻的我们 流向未来 还有一种比较猛烈 他迎面而来 从未来 你眼睁睁地看着 他越过我们 消失于过去 那么时间就这么看 不管我们 从哪一种视角看 历史都是不能隔断的 而我们永远是 处于历史和未来之间 习主席在今年 纪念抗认战争 盛业大会上说 历史无法重来 未来可以开创 在这次这个 纪念大会上 他还呼吁 全党全军 全国各种人民 海内外所有的 中华儿女 穿起来 肩负起历史的重镇 取得这个 伟大的这个 新成就 在其他的一些场合 习主席也多次说 今天比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 接近民族 这个复兴 同时也是各种 阻力最大的时候 你在这样一个 重要的关头 我们今天 今天的这一代人 如何肩负起历史的 事 也这才是最重要 就在我今天在这里 进行的这个报告的时候 香港的暂中闹业 还没有结束 暂中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颜色革命 它在香港发生 它的目的又是什么 相装武剑 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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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字 多念几遍 我们就明白了 那么在香港事件之前 我们再回忆一下 已经有乌克兰这个国家 在内部动乱当中 伤口破碎 再往前看 埃及 图尼斯利比亚 格鲁基亚 齐尔基斯 南联盟一大队 东欧列国 能看到的就是 二十年前的苏联 这些国家 已经都是世界政治的停尸房里 那一大片冰冷的尸体了 全都死了 大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都死于内部的动乱 和颜色革命 这是什么 这是战争 这是新形态的战争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视角 来看我们中国 我们今天 依然面临着 巨大的战争威胁 故让我们就是说 今天我们不允许 日本重新再踏上我们的国土 我们也不允许别人 用核武器来威胁我们 等等都有 我们有这个资本 但是你真的面出战争威胁了吗 没有 因为战争还在发生 它的形式不一样 二战以后 美国国家战略 已经根据使得了最新特点 从军事帝国主义 转向了经济帝国主义 和文化帝国主义 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国策 和军事帝国主义的 直接这个军事入侵不一样 文化帝国主义 它是一入物息无声的方式 渗透人心 前面是消灭你的肉体 今天是渗透你的人心 直接俘虏你的人民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和平演变 因为我们说的时间长了 我们就把这个事给忘了 而这个文化战略的根本点 是毁灭对方的道德人心 争夺对方的青少年 在对方的阵营里 培养自己的代理人 他们搞垮苏联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之上 制定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81年开始 91年结束 整个苏联完蛋 在苏联这个 被他们的文化战略战胜之后 美国接着又在中东中亚 进行了它的文化帝国旅 和军事帝国旅 相互配合使用的这样一个实验 这就是我们说的颜色革命 它与和平演变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 理应外合 对于小国 那么就是说 如果能够这个直接 能够演变完就演变完 演变不完以后 马上就是干预 你看利比亚一项 那么在南联盟和利比亚 全是这样 打掉以后 还把他的日子扶上来 这就是他的这个 这就是颜色革命 美国同时 今天是美国同时 把这三种帝国主义 这个战略 同时用于对中国的立体夹击 也就是说 今天的中国 不仅面临着这个 五维一体的物理空间的军事威胁 同时还面临着 操约物理空间的社会 和心理空间的 这样一个全方位的科技 包括我们的这个 经济威胁 9月19号 阿里巴巴上市 当时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是互联网时代的 甲午战争已经打响 今天已经打完 马云的成功警醒了谁 我们整天想着我们绝不让 甲午战争的悲剧重演 但是在经济领域已经重演 阿里巴巴一上市 它的市值马上到了 这个攀升到2400亿美元 2400亿美元的规模 是个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我们中石油和中国工商银行 中石油工商银行是国家财富啊 用60年的时间才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呀 它15年的时间就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 仅仅这个规模还无所谓 问题在于这个公司 34.6%的这个股份 是日本资本 22.4%的这个资本 是这个美国资本 加起来占57% 也就是日本和美国资本控股 而马云只有8.9% 什么意思啊 这是一个日本和美国的公司 一个日本和美国的公司 让全国人民和全国的企业 为他打工 为他将大利润 而最后的利润 全被美国那些购买这个阿里巴巴股票的美国人去分享 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也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制高点 金融制高点已经被他们占领 这就是战争 新型的战争 美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政治学者亨廷顿 在他几年前的这个一本书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这样说 他是对一个传统稳定的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 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 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 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的更快更深入 这就是对美国这个二战以后 这个最新战略的这个总结 同时也就是对华战略特点的一个描述 苏联被他搞垮的时候 苏联军队有多少 1990年苏联军队是399万人 坦克和装甲车加起了15万辆 他的战斗机接近1万架 他的这个核弹头3万多枚 他的洲际导弹接近2000枚 但是他保卫住他的祖国了吗 没有保卫住 2000多万苏联共产党党员 保卫住苏联共产党了吗 没有 就用这个指标 再来衡量今天的战争 那就是克州求建 那么再往前想那些 被美国这些 被颜色革命干到的那一批那些小国家 都是怎么办 没有一个不是网易思想瓦解 对网络时代 政权一夜垮台的这个事实 在今天就是现实 苏联解体以后 当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议长的罗伯特盖茨 回到莫斯科 在这个红场非常骄傲的散步 他说 我们知道 无论是世界经济压力 还是这个进行军备竞赛 甚至是用武力也拿不下苏联 我们只能通过内部爆破来毁灭它 那么美国对苏联是这样 美国对中国是怎么想的 前年 美国的这个前驻华大使洪博培 在他的总统竞选当中这么说 这我们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 他们是被称为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 中国有五亿互联网用户 八千万的博主 他们将带来变化 类似的变化将搬到中国 在美国看来 你看了没 就像这个冷兵器时代 这个战事 每人就是都有这个弓箭和这个刀锚一样 热兵器时代 每个人都有这个步枪和子弹一样 那么网络时代 今天是这个这个战事的主要装备是电脑和手机 他说这些人 互联网一代 实在是这一批的中国人 是美国的盟军 美国是这样认为的 认为可以依靠这些人 搬到中国 今天我们看起来好像美国的一个 占领动力在对中国进行这个围堵 日本也在解禁那个思维权 都有他们各自的占领意图 这没错 这是一方面的威胁 同时另外一方面还有另外的威胁 那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新型的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呢 是网络空间战与信息思想的一个混合物 网络空间呢 于今天时间关系我不再讲 网络空间呢 从这些马航事件的 我们马航这个飞机的这个丢失 这个从马航事件的丢失 我们这么多的同胞 这个神秘的就把这个生命送掉 这个里边呢 就能看出这个 今天这个战争时代的这个特别 这个里边 我不都说我只说一句话 就是美国他这个 在2007年开始研制的一套 远程航班操控系统 他能操纵美国之道的这个客机 在全球像玩航母一样 任意操纵他 飞到任何这个这个 任何他想要让他飞去的地方 而飞行员在上面是无能为力的 可以切断你的架势 就了一条大家就可以判断 因为这样 今天这个不是这个主题 所以今天我就不来讲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网络空间站 和信息思想站 这个两边这个混合 你就标着这个新型的战争已经来临 这个实在不仅是需要新的技术 还需要新的思维 那么当这个原来 这样的一个战争时代 就原来这种敬畏分明的军事 政治经济等等这些概念 现在都混合成了一个综合体 国防的界限已经被突破 不是现在有一句 这个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的话吗 叫跨界吗 互联网时代的思维 就是跨界打劫 比如说马云本来是玩这个电商的 搞支付宝 打劫银行了 腾讯本来是这个开这个社交网站的 搞微信了 微信一出 短信你就没收入了 为什么我们短信 大家以前又往那个一道封建过节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断子出来 你转我我转你 你转一条一毛钱 他转一条一毛钱 他最后这些钱全部跑到中国电信去了 他们雇了一批人一天到晚编短信 今天你看微信一出 短信很少了 你的钱就被打劫了 那这个就是互联网时的跨界 你国防这个概念已经完全被突破了 战争已经超越军队和军事层面 省略掉了肉体血弹的阶段 只取对方的人心意志 美国西方看起来是在和我们比经济比军备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在和中国比时间 在和中国争人心 争青年争未来 这才是新战争的这个根本事实 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危险 还要警惕我们的差距 在新的这个战争战争当中 目前的这个形势非常的不乐观 我们党和国家目前这个文化和宣传系统 那么现在主要掌控的这个系统是什么呢 出版社报社 刊物 以及电台电视等等 这是都在我们的手中 但是这些呢 这纸质媒体 是一百多年前工业时代的藏物 你这个信息传播速度非常慢 比如一本书出版可能要几个月 一张报纸也需要一两天 那么这个电视和这个电台是五十年 在这个五十年前电子时代的藏物 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报告 我们就在大家要看到 可能会晚上的新闻才能出来 时间就是非常慢 另外信息容量一些 但是对方 是网络 当然今天我们也有网络 网络的速度 是电磁速度 每秒钟三十万公里 有人做过一个调查 我今天这个网站 这个通过这个网站和这个 通过网络和这个手机这个绑定 十秒钟之内 会把这个一条信息 覆盖到所有有手机的人 但是今天我们就 很少我们就是其他的传统这些媒体 很难做到这一点 当然我们自己的官方也有 比如说我们的人民网 我们新华网 我们光明网等等 但是作为这个目前世界这个范围来讲 舆论主导 是美国在主导 前一百家大型的这个社交媒体 九十七家在美国 硬件上来说 十四台的服务器 十台在美国 剩下的四台在英国 这个瑞典和日本 那么我们今天的服务器信息 实际上全在美国 那这是硬件 信息我们能够提供这个互联网上的 这些这个信息 输入流量 中国只占百分之 只占百分之零点几 那么这个输出流量 这是百分之零点零几 比美国相差了几千倍 那至于说我们今天在这个 这个在我们国内 你看在这个就算在网络上 目前主导权也基本上是对一些商业网站 所主导 比如说 QQ 比如说微博 比如说微信 都不是我们的这个官方媒体 他发明的东西 都是人家发明了我们进行监控 是非常被动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势 整体上我们还处于一个 被动防御 防不胜防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些还不是最可怕 那最可怕的还是在这个背后 今年一年就有两名政治局委员落马 其中一名是常文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在他们后边这些 这么多的贪官 贪官污吏 在你这个贪官污吏的这些背后 贪官腐败的背后 再看过去是什么呢 就是对信仰的背叛 信仰是抽象的 榜样是具体的 我们前面我们都是什么榜样 雷锋啊 张思德 教育录啊 在他们的背后 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信仰 他们心中有信仰 他们同时就是我们的信仰 但是今天 我们正面的典型 正面的这些信仰 正面的榜样 一个一个被抹黑 一个一个被推倒 虽然他们没有数 但一个一个冒入到的 今天这个贪官 明天那个贪官 今天这个几个亿 那边几十个亿 一天到晚冒入到的 全是这种东西 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对信仰的背叛 而这些负面的榜样 真的削弱着人民的信心 拿着党和人民 赋予的巨大的权力 和给予的优厚的待遇 就干着回党 祸国殃民的勾当 面对数百万牺牲 于血火冰霜当中的烈士 与心何安子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些 这些贪官污吏 不管它是什么级别 一旦抓住 就不要让他住 那么舒服的监狱 应该把他们 关到烈士林园去 和我们那些烈士 是自己 让那些烈士的灵魂 好好的洗刷一下 他们内心的那些污垢 他们有什么资格 想要带这东西 烈士们把自己的生命 都付出了 对不对 内部信仰的这个 内心去信仰的 这个确实 凝聚力的松懈 导致外部势力的 秤虚而入 于是人民群众流失了 相比于国有资产的流失 外汇筹备的流失 我们中国共产党身后 你忠实群众的流失 某些党员心中信仰的流失 才是我们最大的损失 我们看一个书 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站的前镇长 他还住过这个耶路三了 叫大卫埃克曼 2030年出版了一本书 叫耶稣在北京 副标题是基督教如何改造中国 以及改变全球的势力均衡 是啊 今天我们有人说了 信仰自由 在信仰自由背后 美国是怎么想的 美国是怎么做的 他在这一本书当中 他说我们应该用基督教驯服中国 并且预测 今后30年 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将成为基督徒 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之一 他这里边有个数据 引人生死 1949年 基督徒在中国不过40万 今天已达亿万之重 亿人之重 超过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 到2003年就超过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我们才八千多万党员 他在2003年已经过亿了 那我们除了这个基督教以外 我们再去想一想 其他的 我最近也一直在构思一篇文章 我们的地理版图 大家都知道 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加300多万公里的平方公里的海洋 那么我们如果从文化版图上看一看 这一亿多是基督徒 还有多少是佛教徒 还有多少是伊斯兰教徒 还有多少在信仰西方的这个 这个这个他们那一套的政治理论 还有多少人在信仰我们的共产主义 这个一划分 我们就知道 那么在他们阵营当中 又有多少是从我们这个地方流失过去的 你为什么流失 前不久 习主席在古田 全军政治工作会 这个会议上 与众心肠 也是意味深长的要求大家 深入思考 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 我们为什么出发 要求大家接受思想的吸力 以利于更好的情境 意大利的这个 一个政治哲学家 叫马基亚 这个马基亚维里 在几百年纪就说过 他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 不在于造枪炮 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早就说了 由于这个网络把世界事实上 已经组织在一起 那么世界不同的政治制度 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理念 不同的价值观念 以及对某一个国家的 传统意义的形态形成的冲击 已经远远大于 对一个国家领土领空和领海的 直接武力威胁 换句话说 那么这个政治安全 已经远比一般性的国防安全 面临的威胁和挑战 更加严峻 更加致命 因此家乡新防 就成为第一的要务 而党和国家的文宣部门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像今天这样 需要这个思维中和 军队和我们国家的文宣部门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需要思维融合 体制融合 任务融合 因为我们共同的职责 已经在新时代 融合的难解难分 习主席在819讲话当中说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它是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能不能打仗 新中国的建立已经说明了 是我们共产党人 能不能搞建设呢 改革开放的这个成就也说明 但是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 国际国内的环境下 坚持住党的领导 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 这实际上就是提出 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党国家军队 是灵魂和躯体皮毛的这个这样一个关系 灵魂不在这个这个这个身体就没有 就就就就 命就不在 皮不在这个对毛就难服 这么一个关系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什么样子 甲午一代 他们做的不好 后来的这些 每一代的中国人都做的特别好 一代又一代 抗战一代 建国一代 改革开放的一代 一直到现在像劫力棒一样 把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传递到我们的手上 我们择无旁贷 只有竭尽全力 打赢新时代的新战争 这个新是新灵的新 新时代的新战争 为先辈的中国梦守灵 为今天的中国梦护航 为后人的中国梦守望 谢谢大家 感谢戴旭教授的精彩演讲 下面呢 我们进入一下自由提问 估计大家也有一些问题 向这个戴教授提出来 大教授你好 我是市委党校的教师 听了您的报告 让我感触很深 让我认识到了战争的艰苦 也感受到了精神品格的重要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呢 很多是描写战争的 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很多 但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 描写抗日战争胜利的特别多 而对于这艰苦卓绝的过程 描写的非常少 您认为这对于这些呢 对于塑造我们的民族性格 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谢谢 我觉得这个影视这个作品 它是目前就是我们这个 传递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导意识 培养我们精神品格的 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手段 但是我们如何用好这个手段 我们想传递什么样的这样一个信息 这样的一种 什么样的这样一种主张 我觉得这里边呢 不能把这个事情简单的去交给那些 只注重这个收视率 只注重那个转眼球的这些 这些编剧们 习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得非常清楚 不能这个只注重那个市场利益 还要更加注重这个社会利益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把我们的这个精神境界 降到和动物一样 谢谢 大家说您好 我是部队的一名新干部 昨天我看到了那个光明日报的一篇新文章 叫做守护民族航船的中国英 写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您 然后我也知道 您现在正在组织网络艺影军 在意识形态领域 与那些黑党 黑国家 黑政府 黑军队的那些人正在做斗争 国内外的媒体将您和一些其他军人呢 称为鹰派 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 您对鹰派的看法我也知道 然后我今天想问你 问题是 我注意到就是国外的一些媒体 经常会对咱们中国的鹰派说三道四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用心险恶 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阻止中国鹰派 唤醒中国人那种自强和抗争的精神 同时我也注意到 国外的一些强国 像美英日俄德法 这些国家 他们的军事机构 很多的标志 都是以鹰为主 而我们中国是以和平歌为主 那么您对 英与和平歌 有什么看法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10月30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主席提出了血性二字 那么您对中国人目前性格中缺少的血性 有何看法 对尤其是对我们当代军人来说 如何锻炼我们的血性 我们的血性应该体现在哪里 就是这两个问题 谢谢您 西方 这个已经不是秘密了 因为他在实际上上个世纪80年代 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在美国原来一个驻华使馆的武官 考尔曼写过的一篇文章当中 如何影响国家 中国的这个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当中 这个报告写得非常清晰 他说这个我们一定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让中国这个军队当中 那些这个善于思考的这些头脑 让他们停止思考 不要让他们这个再继续能为这个军队 为这个国家这个建言 他通过的这个办法呢 就是这个抓住你的言论 你的断章取义 用你的哪一条 或者哪一句话的哪一个字 与你们这个国籍 与你们这个军队 与你们那个领导人不一致的地方 进行极度的放大 然后呢借刀杀人 利用你体制的这个力量呢 把你这个干掉 那么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进行的非常的娴熟 这是他的一个系列的计划 从我个人来讲这边呢 因为我是这个普通一丁了 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 在过程当中呢 也经历过很多的事情 体会也非常的深 那么这个前面讲了 美国它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文化战略 它一个是这个壮大他们 这个扩大他们自己的声音 同时就是压制对方的声音 战争的形态已经不一样了 它是通过这个控制这个全球的舆论 利用他们目前在舆论上的一个 特别是网络舆论这一块的那个优势 一个是在你的内部 在你这个对象国的内部 培养一批他们的代理人 同时把那些还在维护他们这个利益的 维护他们的这个政治信仰的这些人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压制住 歼灭掉 这个在苏联时期 他们已经是使用的这个德行应手 那么在中东和这个中亚期间 每次都是这样 目前在中国也在使用 这也就是我在13年 为什么提出网络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上干领 提出这么一句这么一句口号 这个口号就是我这个在网络上连续一年多的时间 和以李开复为代表的这样一支 肩负着美国和西方特殊战略使命的这个人 进行这一年多的这个网络战的这样一个经历 那么后来的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连续写出了这个美国对华攻心战的这个纵刚 和信息思想战时代已经来临等等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网络应用军 因为在当时我们的这个主流的媒体 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文学乡部门等等一些体制的力量 对这个战争的战争的这种形态的这个转变 还没有及时的适应 那么这些力量还没有跟上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战场上只能依靠这个民间的这些爱党爱国的这些力量 反反击这些人的对这个 他不光是对党和国家的这些进攻 还抹黑我们全部的历史 你比如说我们整个抗美援朝的历史 抗年的历史 全部给你抹的一塌糊涂 这就是毁灭道德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让你对你自己的这个历史 耻之以鼻 或者感到自卑 同时对你自己的营救人物让你全抛弃 然后转而让你转而这个相信他们的这一套东西 就是你的内心已经被他俘虏 被他俘虏掉了以后 你自然你手中的枪炮就不能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战略战术 也是我在今天报告后期当中 为什么要提出的就是我们要确立这样一个新思维 第二个问题 那么这个你刚才讲这个血性 血性呢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军人最缺失的东西 而恰恰又是 前面我们讲了为什么甲午战争这个失败 为什么抗战打得这么艰苦 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中国军人没有血性 而中国军人没有血性的背后是中国人民没有血性 人民没有血性是背后整个我们群体都没有血性 而没有血性这一点正是我们民族为什么屡次遭受灾难 这个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建立今天面临的巨大的这个威胁 而我们今天把这个很多的人都把这个发家致富 把这个发展个人当成他首要的目标 而把国家和民族把这个概念忘在一边 我认为从整体上来说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理想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信仰 你再大的体量都不过是一举僵尸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民族群体 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的军队 也不可能有任何战斗力 他已经被历史反复的证明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家 不管发展到哪一个阶段 我们不仅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我们首先就不能忘掉我们的血性 而血性是靠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打造出来的 所以因此就是自己说 你下一步说我们如何这个锻造我们的血性 我觉得习主席已经在古田会议当中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那就是要这个新的这个用人指标 要坚决苏星徐才厚这样的这个 这个人的军队的影响 可以说这个人在军队期间 对我们军队这个精神方面的这种伤害 无法轻入 因此我们就苏星他 我觉得应该作为这个军队 恢复这个血性的这个第一要务 谢谢 大学教授您好 我是住居9330部队一名政治指导员 听了您的报告 很受教育 这里面有一个思考 就是现在啊 在社会的现代化进行当中 科技在未来战争当中 起到了一个越来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现在武器装备 对战争的形态影响也很重要 那么应该如何在未来战争中 发挥精神的作用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 谢谢 实际上我今天的所有报告围绕的 都是这样一个问题 武器装备固然重要 但比它更重要的还是精神 你这个装备的问题 作战无非就是两个要素 一个人一个 这个一个就是武器 毛泽东说过 这个装备很重要 但是在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 这个不是说我们是从空洞的概念上去理解 它屡次被我们解放军的这个历史所证明 屡次被我们这个新中国的历史所 所一再的证明 我们固然不能这个 忽视这个武器装备的重要性 我们更加不能忽视精神装备的重要性 一直没有精神装备的军队 给它再好的武器 也不可能打赢任何的战争 谢谢 作为当代的一名大学生 我想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是经过历史的锻造的 不同的时代 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我想请问您是如何看待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对于我们民族的品格 这种塑造的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希望您能够我们做出讲解 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首先应该由中宣部来回答 今天我先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改革开放 咱们前面说了 无论是前面我们这个 前三十年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还是后边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探索 那么都是我们这个 新中国伟大进程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这个民族的精神品格 那么有了这个 一些新的元素的补充 同时也受到了一些外部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 某些方面 前面讲了一些这个腐败现象的这个蔓延 一些腐败分子的这个出现 那么实际上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新中国的历史上 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们不应该丢弃 我们要重新的拾起这个 继承和发扬 同时对我们这个新时代当中产生的一些负面的问题 我们要注意的克服 在这个面向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像习主席说的 经受思想的洗礼 才能更好的前进 谢谢 下面我们就请主办方的代表 我们光明网的副总裁 陈建栋同志 给我们戴区同志 颁发一下主讲专家的证书 我们下面就请中国伦理学会的 常务理事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 关建英教授 对戴区同志的演讲 做个点评 来这里 非常荣幸 在奇奇哈尔这座 有着非常悠久的英雄主义传统的城市 和各位一起聆听 戴区教授的精彩演讲 我想我和今天在座的各位军人 各位青年学生 各位市民朋友一样 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 戴老师的演讲 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非常详实 而鲜活的军事史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的演讲当中 所表现出来浓郁的惊人情怀 担当精神 忧患意识 以及非常浓郁的个人魅力 是我和各位在场的听证 都深深的被吸引的 那我想今天的这样一个演讲 既是一堂非常生动的军事史课程 同时也是一堂非常深刻而生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课 代教授通过对甲午战败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回顾 那么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历史史实 那就是呢 在军事上的溃败 它是源于民族精神的萎缩和溃败 我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那么我们今天呢 听了戴教授的演讲呢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听众都不能不对 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心怀忧虑 在今天 功利主义大行七道 信仰缺失和背叛 物质的崇高和英雄主义被解构 很多人沦为一种精神上的孤魂野鬼 成为丧失家园的一种无根的存在 在物质和功利的泥潭当中不能自拔 那么我们听了戴教授的演讲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 在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呢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今天 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体力 如何重铸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如何锻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深思考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关教授的点评 核心价值观的北昌讲厂我们还要继续 弘扬核心价值观 也就是凝聚我们社会 我们民族的这个正能量 正面的力量 今天的这个演讲到此结束 好 谢谢